今天由墨雪來跟大家介紹 我們大家都很關心的第三期的建築 我們都知道我們寧願三世在1999年 這個大殿開關以後 寧願四行就展開廣度眾生的功能 那一直這個道場空間都一直都不夠實用 大家都有目共睹 在這個需求之下 然後出現了徐慧華及劉欣甫兩位 大德來軍信的第三期這個建築 從那時候我們就開始 道場一直期待這個道場早日能夠成就 這成就也要能夠廣度一切眾生 不過這個好事多麼難 我們在2003年的時候就開始展開這個第三期的規劃 然後送進了這個市政府這樣申請 三進三出 這經歷有種種的艱難考驗與貨擇 那終於在2016年的時候啊 通過了旅動力 大家非常的開心 我們在2018年6月 邀請了園中長老來為我們第三期動土 大家還有記憶非常的壯觀 大和尚也有來這裡為這個道場這樣動土 這個給大家再回憶一下 那邊在錄裏面有一個幕的第一次 我們從上面讓他們的在錄裏面 這間的想法都會成功 叫做一番跟副手足讓我們 也不然是連壇 第四位的世界 那邊在錄裏面 那麼旁邊在錄裏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索中安和都退遍开 Let's begin 再来2019年就压杀 这是压杀的过程 让大家看一下 为了不辜负老和尚建设杜仲之悲愿 及军地功德主的发心 以及复法信众对道场的扶持 无论如何的艰难 我们必定要成就这一座 众生发生悲愿的宁宴慈航 希望大家同行协力 一起来努力 我们在15年来一直奋斗 在申请铝楼宁 也是几次的波折 终于也通过了 那现在虽然是在这个疫情当中 其实我们在这个大家人心非常低落 也是人心非常惶恐的时候 也是精进萧条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第三期要推动 在化缘之下更加艰难 但是我们在大德上的带领之下 我们的工程一直在规划中都没有间断 我相信我们有这个愿力 无论我们多大的艰难 必定要完成老上给我们的使命 为什么 因为这个宁言大慈喊是众生发生 会命归一的家 我们如何的辛苦 如何的艰难 必定要去完成它 并不是为了我们自己 而享受而去建这个道场 而是疯狂要建这个道场 不是的 而是为了无量的众生 一个法生会命的依靠 来自说疫情这段时间内 我们一直也带领在法务上推动 来祈求菩萨的加倍 让它这个疫情早就能够平息 来自我们父法信众 能够一切平安吉祥 那再经过这个工程的团队 以及师父他们一起在筹划中 建筑师大家一起群策群力 再来规划这个建筑申请制造 那终于呢 经过了几年终于在2021年的6月24号 终于取得建筑制造 再次的感恩大家的父子以为向 能够顺利的取得这个建筑制造 然后再来跟大家讲 就是我们在期待已久的这一刻 终于到来 在7月18号 我们就正式要动工了 这个动工一路就是一直盖了 上那个图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大雄宝殿 大约大于这里的三倍 然后大殿是在最高 再来就是五官堂 还有那个客堂 再下来就是停车场 然后大殿的先来前面就一个广场 广场两边有一个这个回廊 这个回廊呢是用木造的 再往前往前走呢 回廊的旁边有四个这个庭院 那我们大和尚呢他很有远见 他希望未来的年轻人可能 比较希望呢 希望给我们在这方面的建造呢 能够接引未来的年轻人 所以大家有更好的idea 也可以提供给常住 在内部呢 我们现在是外面呈现的是 中国建筑 这是一个寺院东方文化的代表 那在里面呢我们会呈现 希望你们现代人的年轻人 可以接受的里面的用途会居多 那再来呢我们再往前往前走 这个中间这个地方呢是 我们的韦陀菩萨跟弥勒菩萨 那这两边是文殊菩萨 那在文殊菩萨的两边有一个中古楼 那这个中古楼以后不能打 只是一个 因为建筑师他为了整体的 室院的庄面而设计 那这以后必然有他的用途 第一期第二期本来中间这个广场 就是要盖观音垫 那因为距离这个三期 三栋栽期是有一点急 如果我们观音垫盖了可能中间 现在这边有这个广场 那因为观音菩萨真的是慈悲 好事与别人 他自己就先 我们就跟菩萨讲 菩萨的老慈悲最辛苦 然后我们就先用个观音亭 给大家祈求 然后将来盖个观音垫 所以呢我们希望说 在第三期在开始盖的时候 我们就能规划第四期 第四期我们的前面就是观音垫 跟机上垫合在一起 然后往后面会有一个庙画楼 就是说以后兰重法师啊 还是那个一些长老啊 还是我们一些办公的一些行政方面 可能就会在那个地方 希望在这个观音垫的下面这一层 能够规划一个比较多元文化的空间 然后前面的这个空间呢 就很活动的使用 凭南佛亲女佛亲 要活动啊上课都可以的 这个往后就希望第三期真的动的时候 希望我们至今也能够有不可思议的事情 都有不可思议的人来做 希望有大菩萨来协助 让我们这个第三期能够顺利的来进行 让我们就可以规划第四期 那在盖了我们首先呢跟大家介绍了 这是第三期这个大雄宝殿 我们跟第一期第二期有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瓦片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第一期第二期是琉璃瓦片 那现在这个工艺啊 找到这么好的工艺 找不到了 这个工厂也不做了 那因为其实这个琉璃瓦 再怎么好的工艺 二十年现在都开始有在剥落 也没有办法保持了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 所以我们在经过几次的寻觅 有些现在清盖的道场所使用的是铜瓦 所以我们现在呈现出来的第三期 都是用铜瓦 来自以后的地上殿、观音殿、庙法庐 都是用铜瓦 这个铜瓦保持期限就比较久 但是也是要几年保养一次 我们的观音菩萨最慈悲 观音殿是在最后盖 等这个第三期动了、顺畅了 我们就来规划 观音殿与地藏殿 还有庙法庐 那希望大家 最期待的这一刻 能够来共襄盛举 也衷心的期待大家 能够贡献你一份心力 共助到场能够建设顺畅 早日的完成 我们一起来同心起建 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 零年大持行 那在看了这一座 就是整个完成的 这个 我们等观音殿、地藏殿 整个 算是零年大持行 整个完成的建筑 就是呈现这样 不过这是一个概念图 那盖起来会比这个更美 美了十几倍 其实让大家先看一下建筑的概念 当然更希望了 看到落成的那一天 那就有靠大家努力了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至少我们还有一把好口 可以划渡大家 积善自家必有一庆 而且在这种经济萧条 而且人心惶惶的时候 我们更要去 举很多的善业 来转这个恶业 那这个善业很多啊 我们举止画度念佛送金 不忘的大家 布施 那布施不是说 一定要很多钱 有钱当然 人也很多 钱的人也应该很多 有钱人还是不会布施的 我们就去画度他 希望他能过来发心顾持 那没有这个能力的人 我们就念佛回向 我们现在来放一段 3D这个建筑概念图给大家看 我们将来盖好了 大约就是这个模型 当然盖起来比这个更庄严 现在是一个概念图给大家知道 那这个有信众在问师傅 那现在7月18号要动工了啊 资金不够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帮什么忙 有 有很大的忙可以帮忙呢 第一我们可以有一把好口嘛 可以画度人家来修这一些功德 我们建设的功德项目有很多 在这个官方网友一一的列出来 如果你们要再详细可以打电话 来到课堂这边可以询问 我希望大家能够共襄盛举 那在这个这么多的资金里面呢 我们就是有提出一个比较特别的 加沙福田地的功德 那这个是引用呢 以前这个九华山 这个民工长者十九华山的典故 老上也讲过呢 我们这个是净土中道场 将来是带领无量的众生 从此案到彼岸 此案是我们说佛世界咯 那彼岸呢是西方的世界 是一个最好最好的世界 没有重苦只有快乐 有无量光亮寿 那我们能够成就一个人 一个道场成就 能够成就一个人到西方 这个功德不可思议 这个人到了西方他成就了岛业 将来就广度无量众生 无量无量的众生 被他度了这个力量 所有大家所捐的这个功德 都有了 所以这是真的是功德无量的 那我们也不要感觉我的力量很小 你是一片瓦一块砖 这个都是无量的功德 因为少了你一片瓦一块砖 这个道场就不能圆满 那是一棵树都是一样的 只要你的心力已经捐了最欢喜最自成的力量 这个布施的功德是最大 那以上就跟大家先介绍这个加沙福田地 这个金额也不高 大家都可以做得起 也可以分歧的 也希望大家能够相胜去 少了你一个人 那就慢一点完成咯 多你一个人 那就让这个道场尽早完成 来利誉无量的众生 那各位父法信众啊 就功德无量 衷心的期望大家能够出钱出力 多少不拘 我们能够出钱出力 出一把好口化妇人 在这个时代啊 在世界不平安的时候 我们更要修善 自己修善也不要忘记 我们的亲朋好友 我们的化妇拿来修这个善业 你知道我们能够有这些世界的灾难 我们必定要修善业来转这些恶业 那我们除了送经念佛 我们都就很好 不过呢 我们还能够修一点善业来回向 那更圆满 那刚好你看等了18年呢各位 18年就可以大家要培养一个小孩 都已经从小出生 已经长大了 所以这个一个道场要建造 不是那么容易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遇到这种姻缘 能够把握这个机缘 不要错过 我们再次的一起同心 起见每一个人的宁愿大吃汗 阿弥陀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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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